可是有駕駛开车开到一半疑似癫痫发作 就冲撞到前方要等候转弯的轿车 还持续滑行沿路碰到了路旁13辆的汽机车 还造成路旁有轻人轻重伤 其中一名富人送医时没了生命迹象 一辆汽车停在路口准备左转 朝后方车辆追撞车可零件掉在路中央 但撞人的车辆还没有停止继续向前冲 从另一个角度看车只沿着路边滑行 撞到路边多部车辆才停下 是什么颠尖发作 颠险发作 车子只在这里 还有没有人受伤当下 有哦 有哦 被他撞到车底下 因为蛮严重的 桃源一名50岁女性驾驶行经龙潭北龙 龙滑路口疑似颠险发作 撞击前方的自小客车后 失控在滑行约50公尺 造成骑人轻重伤13部机车毁损 其中还包括一名女性欧卡 包含女驾驶全部送往国军巴林斯医院急救 先撞击前方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 失控在往前滑行约50公尺 再次撞击沿路的行人 及路边停放车辆 经对该女实施九册 九册值为零 对于本次事故的肇事详细原因 仍待离清中 送医前没有呼吸心跳的女性 回复生命迹象 而驾驶是否真的为癫痫引发事故 警方还要再进行后续厘清 记者林朱强桃源报道